中原大战,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,作者,官和五十周,第一章,关键时刻,十五,雍蒋一贵,何剑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华角色,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展露头角起,便秉持为政不难,不得罪于巨市的政治哲学,巧妙周旋于乡军各派之间。 谭严凯,成前不耻于唐生智,但对何剑的印象都很好。 成前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,他对何剑的部队相当重视,而何剑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,对成前表示结成拥护。 当时成前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,在他的举荐下,何剑得以出任清乡会办。 成前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,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。 清乡督办署的是,他积无暇过问,基本上全部交给何剑主持,这样何剑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,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。 成前认为自己是监管两湖的中央大员,可是新贵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,好处不能让外人得,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。 此时,白崇喜已到贫汉路上指挥北伐,李宗仁来到武汉,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峰会。 政治峰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,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。 新贵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,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峰会,李白西征讨唐,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峰会名义,窃具两湖。 事过境迁,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峰会继续存在,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具两湖了。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,新贵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腰包,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峰会的名义,一再口头或派人向城前疏通,要求由政治峰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燕,酒,燕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。 城前当然不同意。 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,城前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,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,将其予以扣留,另有鲁迪萍主乡。 新贵系已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,其旁若无人,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。 蒋,汪曾经视同水火,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。 汪精卫自广东专程附护,与蒋介石做了一系列会谈,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,以便打破当时新贵系专权的局面。 蒋,汪首先约及国民党在乎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,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,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,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。 毫无疑问,这是对新贵系权力的一种限制。 李宗仁,白崇喜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,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,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。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,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,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。 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。 李白坚持要到南京开会,是因为当时南京持有新贵系的少量部队,他们预料奖,王毕不敢冒险来开会。 李白自己的政治手段不高明,就以为人家也一样,殊不知奖,王特别是奖,在这方面要比他们高出好几个段位。 另外,蒋介石探知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正在金浦县上指挥北伐,便让贺耀祖的军校同学给他写信,约其赋户商谈。 贺耀祖原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,但他对新贵系大肆揽拳和扩张地盘的做法十分不满,接信后立即决定拥蒋衣柜。 为谨慎起见,他分别探寻了刘志、雇祝童的态度。 刘,故都是第一军的核心将领,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,二人对贺耀祖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,并催促他迅速行动。 贺耀祖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南京,在打发新贵系刘京的部队开赴汉口后,重新部署了卫署事宜。 接着,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,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会谈。 根据会谈结果,贺耀祖在南京向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,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。 李白狂妄自大,事先也想不到贺耀祖敢行此大事,等他们发现时,已无法阻止全会的召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